好,謝謝你 謝謝你,再見 William 很高興今天HKBC邀請到護法廳首領Jasper是接受我們的訪問的 你們未來都會推出一個出得聽堂的藝術品愛謝計劃 請問內容是怎樣的 全名應該是出得聽堂,活化藝術品愛謝計劃 藝術品愛謝計劃其實已經存在了 這樣我們想活化它 我們活化廳覺得這個program是一個 因為run上海街要兼負的一個任務 就是要在一個倉上每一次幫忙 將大家借的東西送出去 送到大家手上的其中一部分 我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個環節裏面 再加添一些我們的服務 所以我們寫了一個活化藝術品愛謝計劃 在我們全年的計劃書裏面 於是我們得到這個space之後 我們就開始跟藝術發展局 談這個藝術品愛謝計劃 我們可以怎樣跟它夥伴合作 原本藝術品愛謝計劃的流程 運作是怎樣的 基本上它是跟中央圖書館的 藝術資源中心合作 所以大家可以用你的圖書證 在他的網站上選定一些作品 打個電話去或親身上去看他們的目錄 然後就可以選擇作品 選擇了作品 若果你需要框 那就可能需要我們的幫助 若不然你可以立刻提取 但是那個職員昨天都跟我說 那些東西捲起來 不是很方便掛的 所以都是鼓勵你有一個框 於是就要用圖書性的方法 借到一些複製的作品回家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藝術家 參與的60位藝術家 他們有一些平面的複製品 都在一些畫框裡面 成圖每一個藝術家 加60位有幾件作品 這樣任君選擇 就好像普通借書 可以逐借 可以拿回家裡 來給學校展覽 如果出了聽堂的計劃裡面 將會做一些不同的項目去 去活跨這個計劃呢? 我們基本上覺得這個計劃 暫時比較被動 我們想嘗試在這個社區的平台裡面 幫它推銷一下 我們會覺得 其實在這個挑選這些作品 真的挑選 去回家掛也好 你去做展覽也好 究竟中間的過程 是不是一個人自己 一個市民就會主動做 而如果做的時候 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可以加入一些什麼創意元素 令到這件事 更加是可以圓滿地發生呢? 例如我們會找一些策展人 希望可以將這些作品 從一些現在由藝術家做單位 和他們自己藝術家的中心來挑選 他們覺得適合這個計劃的一些作品以外 從一個觀者究竟需要些什麼的角度 他的家裡需要些什麼作品的角度 又或者他對那些作品的領會 的詮釋上面來重新想 他究竟想帶一些什麼東西回家 那我們會希望 讓觀眾可以看了我們的一些示範的作用之後 就可以自己有樣子來嘗試 利用一套這麼豐富的藝術資源 來到自己借回家 來從事他自己 無論是策展好 展覽好 又或者純粹觀賞好 那以往有人都說 所有人 其實所有人都可以成為藝術家 那這個計劃裡面 你們是否所有人都可能成為藝術策的人 很明顯會是 因為你由挑選藝術品開始 你由掛畫 Hara Simmons所說的 釘到最後一口釘 你在家裡掛在哪一個位 所有東西你都要決定 那我們可以提供一些藝術上面的顧問服務 但我們覺得其實 我們是想和街坊這種生活的品味 想家裡怎樣的交流 多於我們灌輸一套 我們現在有的一些價值 但我們就會請一些策展人回來 或者藝術家回來 目的就是做一個示範的作用 給大家看 這一套藝術的資源究竟 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可以活加利用呢 請問 你最近推展這個出色聽堂的計劃的初期 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事情 或者甚至困難 我們真的在很初期的階段 因為再早期一些我們和藝術發展局 討論這件事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計劃已經寫好了 活化廳全年有一項 我們再要和藝術發展局 和他們圖書館那邊 來討論這個題目的時候 初期都很順利 他又很支持我們幫他推廣這件事 所以基本上我們想提出的一些要求 他都覺得是可行的 是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這個計劃 基本上初期推展的時候 是很順利 很無障礙 那藝術發局方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再關注這個問題 是到真的要落實這個計劃的時候 可能藝術發局就會覺得他們作為 我們這個是一個指南的空間 他們就會想知道我們究竟 會選擇什麼策展人 會選擇什麼藝術家 希望可以先知會藝術家 然後就看看藝術家 願不願意參加我們這個計劃 基本上他們就是關心一些這樣的問題 那你們會不會有什麼口號 或者現在會不會可以呼籲市民 之後如何踴躍參與 而出得平衡這個項目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口號 我忘記了一個口號 我最記得就是我們的網頁 其實是有 Bing Life Back to Art 我們希望活化 但是我們是覺得藝術是因為 去參與了生活而喜悅 當然我記得我們應該有的口號 是的 我們的口號其實是希望藝術發展局 可以多多支持我們這個計劃 我們是不會掉底的 借得出去的東西 我們一定會還的 是 OK 謝謝 謝謝 謝謝